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7月31日,星期六 哎呀,你听我这声音呢,就很沮丧,都快要哭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都打过第二季了 我是在6月23号的时候呢,打了第一季 然后这个月24号的时候呢,我去打了第二季 本来是指望打完两剂以后呢,能轻松一些,会放心一些 可是现在不能啊,现在不能 不断的传出来这个消息呢,你打了两剂疫苗以后,并不能保护你 我上一次打完第二季疫苗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 我打完第二季疫苗,然后我就跟着坐着,等着的时候呢 别人给我一个资料哈,那个单子上面就写着 说呢,我们不能保证你打了疫苗以后不传染别人 所以,请你继续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什么叫你打完了以后不能保证你不传染别人啊 那他的前提就是不能保证你不被传染啊,对不对 今天呢,美国的CDC发布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真的是让全世界一片骚乱 然后我们来看看美国的CDC他发布了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呢 美国CDC的这个文件说 美国CDC的主任叫瓦伦斯基先来哈 他在昨天向国会议员介绍了这个文件当中的大部分的内容 CDC也将在今天全文公布所有的这些相关的文件 这份文件说 DELTA变种和水痘或者是爱博拉病毒一样具有高度的传染性 平均每个感染者会将病毒传染给八九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原始毒株 它的传染值二值是一 意思是呢,平均一个感染者会传染给两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传染者会传染给两个 然后呢,那两个呢 每个人会传染给两个 然后就是四个了 然后这四个人呢 每一个会传染给两个 这是多少了 就是八个了,对吧 就是以这种极数极就往下传染 现在这个DELTA病毒 它这一个人会传染给八九个人 这还了得了呀 这一个人传染给八九个人 那八九个人一个会传染八九个人啊 这是为什么这个DELTA病毒 它的传播是非常快 这比以前的那个病毒 它的效率又高多了 说此外 早前专家们就认为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者 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比较低 这也是促使CDC 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解禁了口罩令的重大依据 因为呢 当时专家就认为 打了疫苗以后 传染给别人的概率很低 从理论上呢 我也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这病毒呢 我们挡不住 它在进入我们的身体 但是它进来以后呢 因为我们打了疫苗 马上就能把他们杀死 即便是我们感染了这个病毒 那你呼出来 呼吸啊 或者说话 或者打喷嚏啊 那你呼出来的这个比例呢 就小很多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呀 为什么现在又变了 说然而现在对Delta的最新研究 再次让CDC修改了指南 因为他们发现 已经接种者和未接种者一样 能够快速的传播Delta病毒 而且感染了Delta的完全接种者 所携带的可测量的病毒数量 几乎与未接种疫苗人士 在感染病毒之后的病毒数量 不相上下 这是为什么 就是我打了疫苗以后 如果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的话 和一个没有打疫苗的人 感染了病毒的话 这个病毒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数量 是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理论上 我们打了这个疫苗以后 这个疫苗进来就能杀死他吗 这个实在是令人费解 这个CDC的官员说 我们必须承认战争已经改变 科学家对这项新研究 也感到非常的震惊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系的主任 Wacher教授 在发给华盛顿邮报的一封邮件中写道 我在读这些文件时 越看心里越发紧 越看就越担心 Wacher教授在推特中指出 新发现比我想象的要严重 Delta不但传播力更强 传染期也更长 以前是13天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隔离14天 现在是18天 所以说这个隔离的时间要更长 这也将对我们通常采用的14天隔离 造成挑战 昨天我还看到有人指责中国 中国现在呢就是 你要在隔离中心隔离14天 然后你回家还要再隔离7天 有人还在指责这个 现在美国的CDC就修改了他们的这个guide 新研究还估计 在1.62亿已经接种疫苗的美国人中 每周将有3万5千例有症状的感染发生 这等于在告诉所有人 Delta即将带来的突破性感染将达到惊人的数量 已经接种两剂疫苗者 现在不能急着摘口罩 然后他们这个研究呢是基于什么 是基于对美国的麻州来进行研究的 麻州这个地方呢 他们疫苗的注射率是很高的一个州 说现在麻州现在就出现了新一波的疫情 也就是第四波 而在麻州所有的新感染的这些人当中呢 74%是已经注射完两剂的 美国现在星期五的时候 他们公布的新增的确诊是12.3万了 12.3万 前几天呢 他们已经都是连续突破8万以上 前两天我没看 从上一周到这周 这一个周的时间当中 我看到他们两次突破8万 一次是8万1 一次是8万8 那今天看到星期五 他们新增的是12万3 他们的死亡是671 但是昨天我看到专家说 预计美国新增的人数呢 会继续突破 会突破几十万 然后呢 他的死亡说是会突破4000 加拿大这个第三波疫情就刚刚好转 加拿大的疫情最严重的省 就是阿尔波塔省 这个阿尔波塔省呢 就刚刚过去这个第三波 然后呢 昨天他们刚刚公布 说是从8月16号开始啊 确诊阳性的那些人说不用隔离了 因为加拿大打疫苗也打了很多了 说不用隔离了 也不用再检测了 除非是你严重到又去住院 如果你住院了 然后呢 你要隔离要检测 否则的话你也不用隔离也不用检测 说是在公交车上也不用戴口罩了 这不是作死吗 所以昨天的时候呢 阿尔波塔他们那些医生就走上街头来抗议 认为政府的这个政策呢 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 这个新的一波 凶日涌而来呀 阿尔波塔都显现出来了新一波的来临 但是阿尔波塔省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实在是太愚蠢了 这个决定比新加坡之前所做的说 把这个疫情就当成大号流感的那个决定 还要个荒唐 据说新加坡呢 那个决定做出来以后早就收回了 已经收回了 现在阿尔波塔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加拿大的疾控中心的主任说 他是个中国人啊 下一波应该这里面的人群 最危险的人群是18到39岁这个人群 加拿大这个人群里面 有超过70%的人 已经注射完了第二季了 但是我们现在从美国CDC的这个文件来看 并不能掉以轻心 打了疫苗和没打疫苗呢 所采取的这个防疫抗疫措施应该是一样的 你仍然要戴口罩 你仍然要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他没说能不能聚会 那么我还看到英国一些科学家 他们在今天也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这篇论文呢 就是 他说现在这个新变种 他说的不是Data这个变种啊 他说英国呀 英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 说英国的这个新的变种呢 就和那个MERS 不是有SARS 有MERS吗 那个MERS呢 就是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 就和MERS啊 一样的毒 他的死亡率呢 会非常高 说三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死亡 也就是说他的死亡率能达到35% 这个是相当高的呀 现在这一波病毒 死亡率就在2%到目前为止 平均的死亡率2% 但是呢 英国新出现的这个变种病毒 死亡率要达到35% 这个太可怕了 然后这些科学家说呢 为什么说这个变种病毒 会在英国出现 说是就是因为 英国他们注射疫苗注射的多 是这个疫苗 迫使这些病毒 他们变种 不过这种理论呢 之前也有专家提出来 之前专家就是说 即便是接种疫苗达到70% 也达不到全民免疫的这个效果 你只要有没有接种的 然后这个病毒就会在那没有接种的人权当中传染 而且呢 因为你注射了这么多的疫苗 那逼使的这个病毒 他们等于说呢 给他逼到了墙角上 他就会努力的来变异 然后英国的专家团队呢 就说 这是为什么 英国变种病毒 产生的比较多 就是因为他们注射的疫苗比较多 然后这些专家还建议什么呢 说我们还应该注意一点就是 这些病毒 你逼到他们 逼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这些病毒 他不光是会寻找在人身上来发作 他还有可能去找那些动物 然后他去找那些动物 到动物身上去生存 那在动物身上 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 他同样也会变异 而且在动物上变异完了以后呢 如果他有了那种免疫逃逸的能力以后呢 他返回来再攻击人类 我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 没完了吗 真的是 如果这样的话就没完了 那等于说我们人类 百分之百的注射疫苗也不行 现在英国的专家就建议 要给动物注射疫苗 那给动物注射疫苗 给哪些动物注射疫苗啊 这个太可怕了 实在是 是不是呢 现在美国也慌了呀 拜登政府也慌了呀 我前两天我就说了哈 拜登呢 他就是抓那些 说是造谣 只要是谁 如果是说疫苗 有它负面的东西的话呢 他就说是造谣 我前两天有一个视频 我并没有说它负面的东西 然后我的视频还被删了 可是现在你看 专家就出来说这个疫苗 负面的东西 多负面呀 我前两天就说 你拜登你要这么做的话呢 你是达不到目的的 你必须得学习中国的那一套 该强制的时候就得强制啊 该强制就强制 你老是呢 又想做婊子 又想立牌坊 老是油爆琵琶 半遮面 老是怕得罪人 老是怕失去支持率 老是怕失去选票 这哪行啊 我看到美国呢 纽约州和加州 现在他们都推出来说 州的政府工作人员 还有医务工作者 必须得注射疫苗 如果你不注射的话呢 那你就会失去工作 当然美国的联邦还没有 但是今天呢 我看到拜登 现在已经下了总统令 要求美国所有的军人 都必须得注射疫苗 我今天还看到这个 闫临梦转发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报道呢 拜登要求美国所有的军队 必须 请注意啊 必须 一共有150万名的这个军人 必须得注射疫苗 然后这闫临梦转发了这个消息呢 还写了一个 why 然后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很大的感叹号 闫临梦现在不得了啊 就连拜登 他都敢质疑啊 不得了对吧 很明显 他的意思是说呢 拜登这样做 这是疯了吗 很明显呢 他是不赞成 拜登这么做了 这闫临梦真的是 太膨胀了吧 跟他不同的意见 然后他还写一个why 就为什么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和感叹号 打很大的问号呢 就是说为什么 打感叹号呢 意思就是说 我很吃惊 你会这么做 有什么好吃惊的呀 这必须得强迫呀 不强迫那行啊 美国这个疫苗种植到不到50%的以后 基本上就停了 剩下的超过50%的那些人 就是坚决不打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 闫临梦是什么观点啊 闫临梦是不赞成这个疫苗吗 觉得疫苗没用啊 还是怎么着 说到这儿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日本 日本我今天发现 他们星期五的日增呢 到了一万了 超过一万了 一万零五百九十二 奥运会开幕的第二天 我看的他们才三千多 不到四千 可是呢 星期五他就超过一万了 而且这个光东京就超过了四千 但是我没有看有多少运动原德 这运动员到日本来开这个奥运会 大量的运动员呢 就被感染 那离开日本的时候呢 带着这病毒回国 来的时候呢 是干干净净 回国的时候带着病毒 这奥运会不就成了一个 大的这个病毒培养品吗 对不对 不过这个呢 我们也不吃惊 之前这都是预料当中的事 可是呢 来自于全世界的运动员 憋了五年了 有的人呢 可能就是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了 但是我估计这些运动员当中 应该是都打了疫苗了吧 希望呢 不要造成更大的悲剧 也就是说死亡 还好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看着 Delta在英国的死亡率并不高 在以色列也不高 以色列他们每天的确诊人数呢 也在上升 星星五他是2280 但是死亡只有三个 还有英国呢 是29213 死亡是68个 英国的死亡人数 一直都没有超过100个 但是 如果说按照英国的这个科学家 新发表的这个论文来看 新的这个变种病毒 如果说35%的死亡率 而且呢 还可以寄居到动物身上 这事实在是太可怕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